現在我想要示範close row的打法 close row其實我並不是非常確定中文的稱呼 好像有人說是輪骨 close row其實它相對於open row而存在的 我現在來示範 首先重點會是在於手握骨棒的方式 我的方式是以拇指跟食指來控制骨棒 成為一個支點 拇指跟食指其實會捏得稍微用力一點 其他手指頭不一定會靠著骨棒 有的時候我會選擇靠著 有的時候則不 在正式演奏的時候 你看我的動作是有點掌心朝下 有點像對稱式握法的德式握法 然後注意看到我食指的這個指節稍微的 一點點的勾住骨棒 你要勾住到什麼程度就要自己去體會 當然勾得太緊的話 你的骨棒就會 這個反彈的力量會有點被吸收掉 放得鬆一點的話 反彈的力量就比較沒有控制的感覺 不太一樣 你聽一下這個聲音 跟食指的指節稍微扣住 這當中你去拿捏一下 那我建議的練習方法 這個摸索的過程是這樣子 一開始先拇指食指捏得稍微緊一點 然後直接壓下去 讓你的骨棒失控也沒有關係 你要去體會 多少的力量 下去的結果會 回饋出什麼樣子的聲音 慢慢習慣 然後試著把食指 慢慢的一點點的扣進來 在打的時候就讓你的骨棒直接往骨皮壓下去了 但是在演奏的當中 我會選擇敲在骨皮的邊緣 會比敲在小鼓的中央來的好練一點 因為這邊的彈性是比較軟一點的 邊緣的會比較硬 在一開始練習我覺得敲在邊緣會比較好練 那再來就是控制這個聲音 控制這個聲音有幾個環節 第一個是你敲下去的瞬間 如果你的骨棒是比較放鬆的 那你的前幾次的彈跳間隔會比較開 像是這樣 然後後面的點才會越來越密 我們會想要避免這樣子的狀況 我會希望讓前面的幾次彈跳的時間間隔不要那麼開 所以我會稍微再加一點力量往下壓 像這樣子前面的幾下 彈跳的間隔就很短 短到我們在聽覺上不好分辨了 但是如果你一開始就壓得很用力 有可能會產生一個狀況就是 結尾的彈跳的次數會變得比較少 這重複彈跳的次數感覺次數變少了 就這個嚴音的感覺也變短了 像是這樣 聲音變得比較短 也因此在演奏的時候 請注意一下我的拇指跟食指的控制 壓下去的這一瞬間其實我是有點用力的 但是用力完之後 在聲音這個延長音還沒結束之前 我的手指這兩隻手指都會放鬆 現在畫面這樣看一下 這是我捏緊的時候的狀態 然後放鬆時候的狀態是這樣 放軟 你要去體會如何在這個聲音還沒結束的時候 就要適度的放鬆 以及要放得多鬆 我試一次喔 請注意聽到聲音跟我手指放鬆的時間差 兩個時間差其實非常的近 所以這個要多一點時間去實際操作 你才能體會得到 如果一開始用力的壓 但是你太早放鬆 會產生另一個狀況就是 這個力量還沒有適度的被吸收完 你就放鬆了 所以鼓棒就會過度的彈跳 像是這樣 聽起來不怎麼理想喔 所以這個就是手放鬆的太早了 放鬆的太晚聲音又太短 所以這個時間要拿捏一下 好 那這個放鬆的時間是一件事情 請練習好之後再進入下一個環節 下一個環節就是在於 鼓棒揮擊的幅度 你一開始揮得越高 當然你會覺得越有力量的感覺 但是聲音 這個 這一個音的開頭啊 會比較明顯 感覺聽起來攻擊性比較強 如果你要雙手交替演奏 創造出一個綿綿不絕的感覺的時候 就效果沒那麼好 因為聲音下去的開頭太大聲了 像是這樣 除非有時候你在演奏當中 你就是要這個效果 不然的話 你要去 試著去消彌這個開頭 這種爆炸性的那種感覺 方法就是把鼓棒的 舉的高度不要太高 離鼓皮近一點 從這個很短的距離 往下壓 這時候你會發現 力量也不需要用的太多 現在我們來近距離觀察一下 鼓棒彈跳的狀態 現在我要雙手交替演奏 原則上我會盡量把這個鼓棒放低 離鼓皮近一點 放輕鬆 適度的去練習 怎麼樣在理想的時間放鬆 讓這個聲音聽起來不會太爆炸 然後聲音的有一個好聽的延長音 當你找到你理想的這個聲音的感覺的時候 試著開始右左交替 這個右左交替並不是讓聲音結束 然後再換另一隻手 像這樣子 這不是我們要的感覺 我想要在你的右手的聲音還沒結束之前 左手的聲音就開始了 然後左手的聲音還沒結束之前 右手就開始了 但這個動作其實並不容易 這樣才會有連續的感覺 練習的方式是這樣 我建議先兩個音開始 先右再左 以及先左再右 請看一次喔 在右手的聲音沒結束的時候 左手就下去了 反過來 左手的聲音沒結束 右手也就敲下去了 再來是三個音的連結 就是右左右 以及左右左 來一次喔 現在試試看左右左 如果這樣動作已經練得比較順了 就可以試著去練習 右左右左一直交替下去喔 右手也就在這裡 前方的音速度 右手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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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